哈喽,各位大家好,我是草莓牛 最近台版在过年期间登场了很多新的船 那这些新船究竟在未来它的功能性以及它的实力究竟如何 那我们不妨来仔细分析一下 那这边这次的大纲分为两种 我们先来谈谈什么叫做命中跟回避率 那藉由这个概念之下 我们再去谈各船的一个性能分析 首先是命中率跟回避率 这两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出来的 首先命中跟回避它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你可以打中对方并且造成有效的伤害 那就是一个成功的命中 这个应该很容易理解吧 再来利用极限的距离或是预判的位移 这些方式使其该命中的结果产生了扭转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称作它为物理散避 这应该也蛮容易理解的吧 好 那在必然航线里面 明明除了物理散避以外 还有一种就是我明明对它的弹道 轨迹都打在我身上 就跳出miss的情况 OK 这个一般来说 在游戏里面都会有一个玩家之间操作的差异 那为了缩短玩家之间的操作差异 使得玩家能够享受一样的游戏体验 所以呢 就透过了一些复杂的公式计算 来体现当时这些建船的老司机在操作的情况 那能够达成所谓该船的极限生存能力 那在这边我姑且称它为一个补证回避 好 说到底 不管你是物理散避 补证回避 或是贫乳回避 统称来说就是回避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攻击的命中率 怎么算呢 就是它有一个底数0.1 就是10%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参数去做计算 命中 攻击方的命中 然后对方的回避值 攻击方的幸运 等级差等等 再来是我们攻击方的buff 还有对方的回避的buff 这是我们攻击方的命中率 好 那反过来 我们的回避率呢 就是倒过来算嘛 就是1-去攻击方的命中率 然后加我方的回避率 还有对方的命中率 就是反过来 反正对方没有命中 就是我方的回避 这应该也还可以理解 那这些公式这么多怎么记 应该记不起来吧 你只要记重点就好 能够影响回避率的 当然就是我们的回避值 还有幸运值 还有等级差 还有最后面的是一个技能的buff 因为技能buff是存在最外面的 所有有关回避率 回避率 都是加在最外面 做最后的加总平均 那你的幸运值 回避值等级差 都要透过一些细数的计算 才能算出他的一个回避率 所以这边的误差 其实会蛮小的 真正有差的是技能的回避率 当然有技能是加回避值 那当然是会加在这里面 所以回避值能够给予真正的回避率 其实也没有说很大 好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回避率的最高上限 就是0.9 也就是90% 你90%是回避的 所以这边也有保底的命中率 就是10% 所以你10%一定会命中对方 除非对方是 有这种无敌的技能 OK 应该这样很可以了解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各船的性能分析吧 首先是这个海鲜队 海鲜队其实他们最一致的地方 就是他们对虫英的阵营 都有25%伤害 所以一般主线的情况 他们打的地方 打敌人都是虫英的角色 所以他们在推主线的时候 是还蛮有利的 再来 尼海、平海他们改造完后 会有一个提升自身行数 还有火力值的一个技能 那提升行数 对于他们本来基础行数很低的 这个情况 改善了很多 那这样子可以提升他们 所谓的一个物理闪避 因为在移动的过程中 可以提高他的物理闪避 那最bug的地方是 易仙跟平海、尼海初级的时候 可以提供20%的减伤 以及增加30%的回避率 这边是回避率 是加在最外面 而不是回避值 所以除了减伤 还有额外的回避率 这是非常的bug 那加上我们的负重 他可以产生90%的回避率 也就是最高回避率90% 所以他在一般的道中 在一般的PVE的时候 他有非常高的弹度 所以他在推图的情况 是非常好用 那只不过他的火力 毕竟是雷巡 然后易仙的火力 其实也不是很高 所以火力算是一般般 那有还不错的一个对口 所以基本上他在日版 目前最高难度的13张 他也一样 可以轻松的坛过去 所以一般市人给他的评价 就是他坛度很高 不会倒坛 可是一般火力实在是有点偏低 所以有时候打着打着 不知不觉的时间就拖了很长 好如果一般来说 双海鲜的配置的话 大概都会配这个 所谓的侧甲炮 然后优先会使用小海鲤 因为他们平均行数很慢 他会选锅炉 最后才会选这个维修 因为我们可以实践很高的回避率 自然血量其实也不用要求太高 有人可以补血 比如说有UNICON工作键可以补血的话 其实他们的生存能力都很高 这个情况通常我们都会用在 全坛开拓的时候 要打一些危险海域的时候 会用到这样子一个方式 那如果你打着打着 想要能够快速的周回的话 或是拿来打王的话 都可以用一个单海鲜的概念 中间夹一个输出位 来做一个有效的输出 或者是打王的一个辅助 那这边中间的人 通常都会选用这个 纽纳舵 然后一些生存的维修道具 当然他们海鲜 两个一定都会用到一个 锅炉或是小海梨 那如果有点燃的问题的话 也会配备一个灭火器 通常这种就是海鲜夹输出的 这个模式 一般在前面章节都会用到 除非到了十二十三章以后 才会说用全坦的方式来做开拓 好接着来看一下这个 皇家清巡欧罗拉 欧罗拉最强的地方 就是它的一个核心技能 这个降低对方驱逐 还有清巡回避率20% 20%的回避率哦 所以不管你是上面讲的海鲜队 有90%的回避率 也会被直接降掉20% 所以剩下70%的回避率 这是非常可怕 而且其实在演习的过程中 那个海鲜队 不可能达到90%的回避率 所以会比90%回避率 还要再更低很多 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它在推图的过程中 只要对方是驱逐 或是清巡的角色 基本上它都会被打假的 即便对方有再高的回避 在他面前都像子一样 所以我们我方的有效伤害 可以不断的灌在他们敌方的身上 那自身有提高对驱逐 还有一些什么 自爆剑的伤害 所以呢 它在推图的过程中非常的强势 后面的高难度地图 有清巡、驱逐的 基本上都是在他面前都跟子一样 即便是到了现在日本 日版还有一个共斗活动 高达125级的代朵清巡 在他面前也是跟子一样 对方根本无法回避 无法打假 那在演习的过程中也是一样 面对到对方的前排清巡、驱逐 他也是把他当作子一样在打 所以可以有效的提供 前排很高的一个输出 甚至后面用吃喝场 可以直接做到一个碾压的 那比较 擔心的部分是他的弹度 生存其实不高 基本上都会把他夹在中间 来保证他的生存 那输出的部分 其实只对驱逐有额外的伤害 所以火力面不是面面俱倒 不过在辅助面非常的好 基本上有带他 对方就是不容易回避 所以你很容易可以把伤害打好打满 那这个角色是 这游戏里面 从古到今 即便是到现在 日版今二周年以后了 这个角色还是非常的强势 务必 你一定要入手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库拉索跟这个 韶玉 库拉索跟韶玉 其实他们是皇家的前排清群 他们两个一样的攻击技能 都是 击落飞机时 可以提高自身的防空跟火力值 那改造完 两个会提供不一样的辅助技能 一个是提高前排的防空值 一个是提高后排的航空伤害 那改造完之后呢 他们的火力各项数据都提升了 尤其防空又是更加的提升 所以他在火力的表现有6分 那防空更是高达8分 不过坦度是稍微没有那么坦 不过对于空袭的减伤是非常足够的 所以这艘船在未来在推12张或13张 需要大量对空的时候 会起到不错的作用 那如果只是前面单单打9张10张 其实他们的性能不是这么突出的 所以前面的应用不是那么好 那等到后面12、13张 他们的价值才会体现出来 不过改造完这两只女仆 也算是坦胸肉乳了啦 那她的skin也是蛮香的 那有没有用就看你自身的选择了 好,再来介绍我们这个金法鸣鱼追赶者 好,这个追赶者是皇家的一个轻航母 她的用处技能大部分都是在做反潜的使用 因为她在空袭的时候会探测出敌方的潜艇 然后附带一些对潜的弹幕 还有一般的航空弹幕 再来她有15%再次发动空袭的一个技能 说起来这个技能其实出发率也不高啦 她唯一的价值大概就是做反潜使用 那弹幕伤害其实也还算普通 那这刷船的价值大致上都是做反潜特化 她平常在推涂的过程中很少上闪 那一旦有需要反潜作战的话 她会是一个第一的首选 所以她在后排的坦度也不是这么高 那相对你要去供应的火力 空袭伤害也不是很高 仅仅推涂的能力大概只有反潜会用到她 那防空也是普通 不可能有能拿去打PVP 剩下辅助因为也只有反潜的功能 所以她的辅助能力也算是低的 总而言之在台版还没有上潜艇系统之前 堆赶者其实没什么用 那即便她上了潜水艇的系统 那也要大后期 才会需要用到高伤害来去对潜艇做输出 所以这前面基本上 你实在是用不带到她 所以不用多把资源全部投在她身上 除非你对她很有爱 好最后来讲一下我们这个四圣兽 就是我们的代表人物有 还有猪雀啊青龙啊 然后还有白虎跟玄武 那这个东皇的四圣兽 其中这个长春可以提高他们 北方的还有东皇剑的装填命中火力值 那安山也可以提高他们安山驱逐的火力命中 还有回避值 所以基本上你要他们出场 就是一定会绑这个长春跟安山 所以第三个位置你只能选太原或者是浮顺了 那基本上前面一开始你拿到他们的手 它这个作战能力不是最顶级的 一定要拿到这所谓的凯旋炮 在法国活动可以打捞这门凯旋炮 它是驱逐主炮的DPS最高的武器 再来后来的核心商店也会上架这个所谓的四神之印 它的好处是提高他们的耐久度550 然后还可以提高他们的主炮效率 还有弹幕的一个伤害 装备这两个之后呢 他们才会有所谓的清循弹度 弹度才会起来 然后火力也会稍微提高一些 所以在一般不是这么高难度的海域 在推渡过程中还算是有价值 不过后面如果需要用到对空防空的时候呢 他们驱逐防空本来就不用期待了 所以即便它有很高的弹度 基本上打演习也不太会有人拿去打演习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有欧罗拉 这个存在基本上就是把驱逐打假的 那这个船呢 它基本上装备这些核心道具之后才会有清循的弹度 那打起来可能就不会这么贫血了 再来他们装备完这个四层之印 可以改变他们的弹幕形式 三双出去的话 打出来这颜色五彩缤纷 如果你很喜欢这种弹幕模式的话 恭喜你 你可以把它们带出去玩 他们的弹幕真的是五彩缤纷 别人看到就觉得很吓趴 所以总而言之 他们的战力不是很顶级 那不过欢乐讨喜的部分 却是满点的 以上讲了这么多 应该对这些船有一定的概念了 唯一这里面最需要注意的大概就只剩奥洛拉 卧洛拉是唯一现在的游戏 还存在的一个人权角色 好啦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啦 希望有帮助你 那我是小鸣牛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